这绝对是除了平民太阳队以外 另一个拿到了主角剧本的战队 如果说太阳队靠的是勇者无畏的一枪热血 那么诸神黄昏对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神志卡 先有德拉甘将王杰克逼到觉醒燃烧之魂 虽然吸败但遗留下来的集神黄托尔 也是几乎带走了王杰克 后有操控鬼诈之神的智多星布雷弗 背靠双集神将乌鸦的生命值打到谨慎武士 然而作为没有红龙锤帘 没有霸格加持 还时不时爱打些人琴牌的事故小伙 能和双集神战到这种地步 放眼整个决斗时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况且掌握着黑鱼卡组的乌鸦并没有放弃 因为就在布雷弗以为自己赢了 让洛基发动最后的攻击时 乌鸦哥开启了风中残烛杀模式 从目的中发动陷阱卡黑色之翼无效掉洛基的攻击 并且还是一口气发动两张 满身伤痕的乌鸦表示 黑色之翼是在目的中 存在两张时才会发挥出真正价值的卡 通过除外他们破坏双方各一只的同条怪兽 并且还会把洛基的3300伤害给予玩家 眼看黑鱼龙释放出同归于近光波 布雷弗也不敢继续拖打 连忙动用小岛上孩子们的buff 给自己印了张鸣为神的束缚障碍所的陷阱卡 卡的效果是当场上有神存在而对方怪兽因效果离场时 给予乌鸦同黑鱼龙与洛基攻击差额的伤害顺势 总的来说就是双方同归于近 可在我看来开场就有托尔战场的布雷弗 却是败给了没有任何助力的乌鸦 至此双方生命值同时归零 然而诸神黄昏队这边的神已经集结了两尊 但已经尽了全力的乌鸦却满脸自省 与此同时 两队的队长已经各就各位 霸气侧漏的游蟹和一脸不屑的哈拉尔德互相对视 眼中刻印卢恩之铜的哈拉尔德满嘴命运 企图用世界和平的道德绑架游蟹 此刻乌鸦和游蟹完成了交接 布雷弗和哈拉尔德完成了接力 双方各就各位 随着哨声响起 即使决斗就此搞起 游蟹抢先出手 只一方面被他拿捏到了极致 起手就是一张有效果的挂钟 当他召唤成功时 即可根据对方场上的怪兽数量 召唤出同数量的中百项征兽 至此游蟹开场三只怪兽 外加覆盖的两张白板简单结束回合 5DS全对剑状大胆震惊 因为游蟹以前都是濒临所写 才会疯狂操作的选手 他们还没见过开场如此凶猛的游蟹 好家伙 你们虽然也有主角的剧本 但如此看不起5DS 对是不是有些不太好 巧了 游蟹主打的东西和这家伙差不多 翻开覆盖的永续陷阱怪兽所练 效果根据几方场上的怪兽数量 封锁住对方同数量的战斗阶段 简称低配版的光之护封键 而游蟹也不愧是同时也是的陷王 知道洛基能在战阶无效陷阱 所以特意在抽卡阶段将其封印 然而哈拉尔德却因此却感到异常恼火 声称别想用这种小把戏封印助神 此刻聊天诸葛亮的哈拉尔德变成赵云 其手一只条星式怪兽 即星之天女武神 召唤成功时 以舍弃两张手牌为代价 特殊召唤两只英灵象征兽 好家伙 这个嚣张贵族真不愧是被称为当时打牌第一人 七手回合就要进行十星的集神铜条